推广在地人文清水国中特别规划清水文化创意课程 邀请社区导览员当讲师 从一开始的实地踏查和记录 走访清水街区高美湿地 还有中社遗址等 到最后以清水眷村文化园区为主题 训练学生成为小小眷村导览员 历经了一年的时间 同学们不但能够大方介绍起眷村特色 也对自己的家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位于我们的正前方这里是16户区 而后方是我们是16户区 同学们介绍起眷村历史态度落落大方 为推广在地人文 清水国中特别规划清水文化创意课程 邀请社区导览员当起讲师 历经一年时间培训 不仅带领学生成为小小导览员 也让他们是收获满满 我负责导览的地方是位于 新一西村的16户区跟42户区 然后我觉得这次导览 可以让我更了解当地的眷村文化 以及它的人文历史 我介绍的是季风车点 然后这次的导览 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就是很少有人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大家介绍 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跟清水有关的东西 以前就是连这个地方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只知道自己学校家里这样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讲出这些是什么 比如说眷村啊 然后还有一些专有的名词 还可以对其他人介绍说自己的 就是清水这个地方 小王表示在社区导览员的带领之下 从一开始的实地踏查与记录 陆续走访了清水街区 高美师地以及中社遗址等等 最后以清水眷村文化园区为主题 训练学生成为小小眷村导览员 包含在地严格 人文特色以及美食等等 同学们都能说上一段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除了资料的收集之外 那也去组织资料分析资料 然后把它变成导览的一部分 讲给别人听 我想说这个跟我们课程里面 让学生学习带着走的人力 非常有关系 这般的孩子有机会到外面去学习的时候 那他们将所学 也许有一天因为他因为在地的认识 有了深切的感情 所以他会再回馈到我们的家乡来 清水小园文化创业协会 这次也配合导览活动 以眷村文化园区的可爱猫屋为主题 推出猫咪印章 15号成果发表当天 民众除了可以见证学生的导览成果外 也能参与几张送好礼 来追我们眷村里面 15处的眷猫章 然后来集章 然后我们集满10个的话 我们就会赠送我们的眷猫贴纸 还有多肉 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 消防还表示 虽然这一群学生只有国中一年级 但是透过课程融入在地人文 不仅展现出优异的学习能力 过程当中也能帮助他们 对自己的家乡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记得纯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就会参加